第3171章之力破碎 要知道 赤鬼仙玉之中 毕竟还有大罗金仙境界的存在 若是斩杀了大罗金仙 赵方相信 恐怕还能够触发Boss奖励 到时候 自然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宝箱 不过 赵方也发现了 似乎 这宝箱开经验并不怎么划算 所奖励的经验值十分有限 或许 宝箱还是用于开宝物来着实在 至于经验 还是要去战斗中获得 赵方略微修整了一番 便是在一次出发前往赤鬼仙玉 这次斩杀魔艳城主 不仅仅只是让赵方获得了这些装备 事实上 同时也让赵方收获了不少的仙魂点 虽然 比起巅峰时期 这点仙魂点根本不算什么 可毕竟 之前 甚至差一点赵方连传送到赤鬼仙玉的仙魂点都不够用 而这一次 至少让赵方得到了补充 如此一来 赵方也就可以多次往返赤鬼仙玉 去收获 赤鬼仙玉 如今 便是赵方的宝库 等待着赵方去发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赵方便也不再犹豫 再一次让系统将自己传送到了赤鬼仙玉 而这一次 赵方的目标依然是魔艳城 毕竟 魔艳城中 那个上尉魔族 赵方还是颇为在意的 若是能够斩杀他 那么赵方能够获得的奖励 绝对不会太差 毕竟 那上尉魔族 可是一个大罗金仙 上一次 上尉魔族几乎一直根本没有出手 但是就仅仅只是他那种辅助其他魔族的手段 便是让赵方心中清楚 这家伙绝不简单 不过 当赵方来到魔艳城的时候 却是意外的发现 魔艳城 竟然在几天之内便是已经全部撤离 如今留下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赵方心中有些疑惑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这么匆忙的撤离 难道是自己 不 这不可能 赵方心中明白 就凭自己之前展现出的金仙四重修为 恐怕还不至于下的这麽大一个魔艳城中的魔族全部撤离 这里 好歹也还有一个尚未魔族作证 赵方仔细的搜查周围 确实发现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战斗的痕迹 而且 从观察的结果来看 似乎 魔艳城中的魔族 撤离的也并不是很匆忙 难道 他们是早就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 甚至 赵方的出现 只算是一个小意外 赵方不得不这麽想 毕竟 一座城的撤离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但从现在所观察到的结果来看 他们的撤离似乎是井然有序 且能够带走的东西几乎全部带走 若不是精心准备过 那么应该不至于撤离的这般彻底 那么问题又来了 这些魔族 又去哪里了 赵方随手一挥 一张地图便是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张地图是赵方根据世界之术的描述 大致描绘出来的关于赤鬼仙玉魔族分布的地图 赤鬼仙玉极为特殊 进入这里的人 大多都是被时空乱流卷入的 所以分布的自然也是颇为分散 可唯有这魔族有些例外 魔族 因为之前有世界之术的帮助 所以 他们除了被时空乱流卷入的人之外 其实 还有被世界之术召唤来的人 比如睡着放在上一次遇到世界之术的时候 世界之术不就是放出了无数的魔物吗 那些魔物 便是直接冲魔族仙玉召唤而出 按照世界之术的说法 其实魔族一直对这赤鬼仙玉十分窥探 因为世界之术的存在 魔族算是少有的几个能够让赤鬼仙玉和外界产生一些联系的种族 赤鬼仙玉里面资源十分丰富 当然 自然不可能跟上等仙玉比较 不过 这里毕竟常年封闭 甚至就算是现在 也拥有无数的未开发区域 这些区域之中 探明或者为探明的天才地宝可是不少 魔族便是看上了这里 世界之术在其实也算是在来到赤鬼仙玉之后才背叛了魔族的 他之前虽然变异 可其实依然还在为魔族效命 不过 来到这赤鬼仙玉之后 看到这完全封闭的环境 知道从这里很难出去 而外界想要进来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才会有了二星 按照这世界之术原本的想法 他完全可以利用这里的资源不断修炼 然后当实力到达一定程度 再突破这里 不过 就算如此 他还是和魔族有着一些交易 毕竟 他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 还是需要得到魔族的支持 魔族只有世界之术这么一个能够和吃鬼仙玉联系的渠道 那么 也就只能答应了世界之术的要求 说这些 自然不是没有关联的 实际上 正是因为世界之术和魔族这一重复杂的关系 所以 在赤鬼仙玉的魔族 即便是相对集中 其实也十分分散 毕竟 赤鬼仙玉实在太大 赤鬼仙玉的地图是支离破碎的 甚至根本没有一块较大的完整大陆 这里的世界 分崩离析 可以说 到处都是大陆碎片 而各个种族 便是在这些碎片上生活 这些碎片 有些是固定不动的 但是更多 确实不断游离着 赵放看着地图 心中确实想着 如果那些魔族撤离了魔艳城 他们可能去什么地方 按照这地图上的描述 整个赤鬼仙玉 魔艳城中的魔族最有可能前去的地方 大致有五个地方 赵放随手一挥 将这五个地方单独选择了出来 五座风格完全不同的地区被赵放单独裸裂 赵放仔细看着这五个地方 同时心中也在快速地思考着 魔艳城的魔族为什么要撤离 他们撤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还有 这五个地区 又各自可能有什么特殊 赵放清楚地知道 若是不弄清楚这几个问题 那么其实他很难真的调查出 魔艳中魔族的去向 突然 赵放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他之前遇到的那个上位魔族 很明显 这上位魔族对于魔艳城有很强的掌控力 甚至可以说 上位魔族对于所有的普通魔族都有很强的掌控力 那么他的出现 是否和魔艳城有关系 世界之术给赵放的情报之中并没有提到这上位魔族 甚至 从世界之术给赵放说的所有事情之中 也从未提起过在赤鬼仙玉 有上位魔族的存在 第3172张奇怪的地方 结合上魔族和世界之术之间玄妙的关系 赵放就不得不思考 这上位魔族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 世界之术还一点情报都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那上位魔族 本身就是被派遣过来 专门调节其他魔族 甚至是对抗世界之术的 这些都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毕竟 魔族之中的上位魔族就是魔族的贵族 他们不管出现在什么地方 都不可能毫无目的 略微思索片刻 赵放却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既然想不明白那就不想而失去问 赵放不相信整个魔燕城的魔族撤离 就没有一点情报走漏 中围总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想了想赵放便是朝着模样成东边的一座人族聚集地快速前进 这一片人族聚集地并不大 大约也就只有三四千人左右 而且生活的极困难 赤鬼仙玉便是如此 过许一个地区某个种族很强大 足以压榨其他种族而有的地区 这个种族实力确实十分弱小 只能被其他种族欺负 卷崖交错 没有什么国家概念 有的只是以各个城市 据据点为中心的种族联合 这个人族据据点 没有名字 因为他们事实上算是被矮人一族掌控的半努力 矮人一族只是一个名称 可不是说他们真的就是矮人 实际上 比起人族 矮人一族堪称巨人 因为这矮人一族 每一个都有数米甚至十几米的高度 矮人一族的称呼 是相对于巨人一族而出现的 巨人一族 甚至就算是在上三十三仙羽之中 都有一席之地 自然也算是一个大族 这些人族被矮人一族奴役 专门为矮人一族开采一些矿石 换取矮人一族的庇护 以及其他资源支持 当然 这样的事情 在赤鬼仙羽极为常见 赵放就算知道 其实也无能为力 若真的让他去拯救赤鬼仙羽的人族 怕是花个数百年也根本不可能完成 因为类似这个聚居点一般的地方 在赤鬼仙羽星点点 众多无比 或是数百人 或是数千人 甚至就算数万人的聚居点 被其他种族压迫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只看一点 那就是强者数量 以及顶尖强者 一个势力的崛起 必然的先决条件 其实 就是这个势力是否有一名能够支撑 整个势力的顶尖强者 若是没有 那么 只能认命 赵放速度极快 不多时 便是已经来到了那人族聚居点 比起清卓仙国 这里的人 简直形同乞丐 赵放来到这里的时候便是看到 这里的人 无论老幼 每一个都必须要早出晚归的劳作 否则 根本不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存 至于修为 连生存都是问题 又谈什么修炼 实际上 这整个聚居点 修为最高的 也不过是一名悬心二重的中年人罢了 整个聚居点的维持 也都是靠着他一人 在这里 矮人族有一个办事点 留下的虽然只有五名矮人 可这五人都是悬心修为 自然是对于这个聚居点有着绝对的掌控 赵放隐秘自己的修为 直接进入了这个聚居点 他是人族 所以走进去之后 根本没有任何人会去关注他 这里的人 每一个都行同行失走肉一般 甚至赵放毫不怀疑 就算自己出手救了他们 他们或许也根本没办法生存下去 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努力 每天只需要干活 便是能够换到自己需要的资源 或许 对于这些人来说 也简单了很多 赵放没有理会其他人 而是直接去找那中年人 若是说这里还有什么人能够帮助到赵放 也唯有那中年人了 此时 中年人正对着一本账簿发呆 说真的 如今谁还会使用账簿 随便弄快些时 略微改造 怕是也足以记录很多东西 但是这中年人竟然还在使用手写的账簿 便是可见这句居点究竟有多么落后 不过 当赵放看到这中年人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为这人惋惜 难怪 在这般落后之地 此人却能够如此出类拔萃 特殊血脉 九阳之体 没想到 这中年人竟然是特殊血脉 只是可惜了 他却是诞生错了地方 其他地方不说 就算是他出生在清卓仙国 只怕 凭借他的特殊血脉 只要是稍微有一点修炼资源 在他现在这年龄 恐怕也能够达到悬仙巅峰 甚至是突破悬仙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 只是可惜 现在他的血脉却已经几乎完全被毁掉了 九阳之体 需要的是热血 需要的是斗志 只有在无限的斗志之下 才能完全催发九阳之体的威能 可这中年人 如今早已经被这里的环境完全弩化 赵方的突然出现 吓了那中年人一跳 不过 看到是一名人族 便又是毫不在意的 他拼了一眼赵方 小子 你是谁 今天的配件已经发放完毕 若是你没有完成任务 那就不用来找我 找我也没用 还是明天好好工作吧 似乎 中年人把赵方当成了这里的普通居民 当然 也不怪他这么想 毕竟 这个句句点 几乎很少会有外人到来 赵方也懒得多说废话 毕竟 对于这样的人 赵方甚至连拯救他的心思都不会有 随手一挥 两枚仙石直接落在那中年人面前 刹那 那中年人眼神之中露出贪婪和震惊的神色 仙石 对于这里的人来说 可以算是无上至宝了 就算是他 负责管理这里 但每年 也才会获得一枚仙石的奖励而已 说起来 能够凭借每年仅仅一枚仙石 修炼到如今的地步 可见 这九阳之体果然不亏是特殊血脉 赵方没有理会那人的眼神 但但说到 我有一个问题 若是你能回答我 那么这两枚仙石就是你的了 那中年人 连连点头 能够拿出仙石 这就让他已经十分清楚 赵方必然不是他们这里的人 曾经 他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矮人一族最为擅长的其实就是打造法宝 第3173张人族剧居典 和人族的练技不同 矮人一族拥有自己的打造法宝手段 而且无故是颇为精妙 所以便是也吸引了不少人钱来购买 但是偏偏 这矮人一族性格却极为孤僻 很少会和外族打交道 特别是他们看不顺眼的种族 甚至他们宁死也不会交易 哪怕对方给出再高的价格 而人族 在矮人一族眼中 其实也并不怎么看得起 所以 如果有人族直接去找矮人购买东西 说不定根本没有效果 于是中围的人便是想到了找这个中年人 中年人在矮人面前地位很低 可好歹还能够说上几句话 自然 也会随便施舍一点东西给他 这中年人 甚至还以此为自豪 以为自己是多么重要 看到赵放丢出的现实 他自然也是以为赵放想要通过他联系矮人一族 所以此时有些傲慢的开口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赵放并不会在意这人的态度 毕竟在赵放的眼中 这中年人跟蝼蚁一般又有何区别 我问你 你可知道 摩艳城的人去了什么地方 若是你不知道 那么 你若是能够帮我询问到摩艳城魔族的去向 那么 我还可以给你更多的现实 摩艳城 什么摩艳城 那中年人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疑惑 他基本上就只能生活在这个小小区域 去得最远的地方 也不过是矮人一族的地下城而已 摩艳城什么的 他听都没有听过啊 赵放自然捕捉到了这中年人眼神之中的疑惑 心中也清楚 只怕这次有些找错人了 不过 区区几块现实 赵放自然不会放在眼中 随手一挥 一枚仙符便是出现 这仙符你拿着 若是有消息 直接捏碎 然后说出你知道的消息 我便是能够知道 仙符这东西 赵放并不知道这中年人使用过没有 好在 这中年人虽然的确从未使用过 可也看见过别人使用 所以倒也心中有数 赵放说完这些 便是不再理会中年人 而是身影一动便是消失不见 不过 却顺手直接丢了几枚新石给这中年人 准确地说 赵放根本就只是惋惜这中年人的特殊血脉罢了 可惜了 这人确实生错了地方 若是他再年轻一些 或许 赵放还会有侧影之心 将之带回清卓先国加以培养 但现在 他已经失去了培养的价值 能够帮他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若是赵放真的在给他什么好东西 只怕 矮人族立刻便是会找到他 然后彻底收拾他一番 矮人一族 其实赵放本不想跟矮人一族打交道 原本 他觉得 若是能够直接通过这里的人族了解到自己想要的消息 那么自然更好 可惜现在看来 他却只能去找矮人一族了 赵放走出那中年人的屋子 才准备离开 却是听到前面发出一声哀嚎 赵放眉头微微一皱 他心中知道 这里的事情 他管不了 可毕竟都是人族 赵放又怎么忍心听到了 却不为所动 赵放一念一动 最终还是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飞了过去 片刻 他却是看到了几个少年聚集在一起 而在他们面前 却是一男一女两个少年 这群人的年龄都不大 约莫都只是十几岁 其实 那群少年却围着其中一个少年拳打脚踢 哼 让你不听话 让你不听话 其中一人一面用脚踹着地上的少年 而嘴里还在继续咒骂着 只是他的咒骂 却引起了赵放的注意 不听话 这话是什么意思 赵放并没有动用神念去探查这些人 毕竟 这些人还不值得赵放过于关注 但是 他们还是成功引起了赵放的注意 打了一顿那地上的少年 周围几名少年似乎也是解了气 这才转身离开 而等到这些人离开 旁边的少女才赶上前 哥 你为什么非得要那么做了 咱们以后不那么做了好不好 原来 这却是两兄妹 地上那少年爬了起来 顺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脸上却是带着笑意 没事 我没受伤 不就是挨打吗 我早就习惯了 似乎这少年根本不想提起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但赵放却始终感觉 这里面有点问题 赵放的观察一项颇为仔细 而且对于自己的直觉 赵放也十分自信 刚才 他才观察的时候 便是发现 这少年就算是在挨打 眼神之中带着的不是愤怒 又或者是求饶 而是高兴 从这一点来说 这个少年是认定了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 而是 也根本就没有在乎别人是怎么判断他所做的事情的 他究竟做了什么 暂且不知道 可有他表现出来的这份坚定 至少在这里 却是十分难得 两人互相搀扶 朝着前面走去 但是他们不知道 在天空之中 却是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们 哥 你今晚还要去那里吗 突然 那少女开口问道 少年嘴角微微一笑 说道 当然 只要再努力一些 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开启我的血脉之力 父亲说过 我们都是九阳传人 父亲还说过 想要得到 必先付出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能够成为强者 然后带着大家离开这里 等等 赵放眼神微微一亮 九阳传人 再结合刚才看那中年人的特殊血脉 难道 这个少年也是特殊血脉 九阳之体 赵放意念一动 便是立刻开始探查这少年体内的血脉 竟然 真的是九阳之体 而且 不仅是这少年 连那少年体内也有稀薄的特殊血脉 赵放意念在动 却是直接朝着周围蔓延开来 之前 赵放已经用神念探查过周围 但是上一次 他根本没有在意过这些人 血脉之力毕竟隐秘 若不是刻意探查 很难发现 甚至有些特殊血脉 或者是修炼了隐秘之法 就算你可以去探查 也是很难用神念就能够探查出特殊血脉的 所以 之前那一次全面探查 赵放才没有发现这些人身上的特殊 第3174张特殊血脉 九阳之体 而这一次赵放的神念所观察的便是全部聚集在血脉之力上 九阳之体 竟然 竟然几乎全部都是九阳之体 这怎么可能 赵放有些不可置信 但是他的观察 却是告诉他 他所看到的都是真的 在这里的人 全部都是特殊血脉 这话 要是在外面说 恐怕都没有人相信 一个全部都是由特殊血脉的人组成的聚居点 竟然最强者仅仅只是选先 甚至 其中很多人根本毫无修为 点 但是偏偏 赵放却就看到了这么奇怪的一幕 实际上 其实这里的人虽然几乎都是九阳血脉 但其中绝大部分 体内的血脉已经废掉 有些人因为根本没有修炼 体内的血脉只能潜伏 随之暗淡 特殊血脉也并不是说一定就能够有所成就 即便是特殊血脉 没有被发现 没有加以正确引导 其实也不一定就能有所成就 除了这些没有修炼从而逝的血脉慢慢消散的人之外 还有部分人 虽然有修炼 但因为失去了最合适的修炼年龄 其实体内的特殊血脉也算是废掉 但就算如此 这整个聚居点 差不多 也还有一百多人 特殊血脉 这可是特殊血脉啊 在清卓先国 就算一名特殊血脉也是极为罕见 事实上 赵放在成为清卓国主不久 便是下令全面寻找特殊血脉之人 然后重点培养 可到现在为止 又找到了几个 点 但是现在 他竟然看到了一个全部由特殊血脉之人组成的聚居点 这可能吗 九阳之体 赵放还是知道的 所以固然这九阳之体也是血脉传承 可并不是说九阳之体的后人 就一定能够拥有九阳之体 甚至很多时候 就算他有成百上千子孙后代 其中能够一个能够觉醒血脉就算不错 那么这里又是怎么回事 固然 那少年说过 他们是九阳传人 但那又如何 就算这里的人 全部都是九阳血脉的嫡系血亲 也根本不可能存在所有人都能够觉醒特殊血脉吧 那么 在这里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秘密 他们这些人 能够全部觉醒血脉 究竟是因为什么 原本还准备离开 然后去矮人族哪里打听魔艳城下落的照放 这一刻 却是停下脚步 比起特殊血脉 寻找魔族 似乎已经成了小事 照放神念猛然外放 在这里 不过区区几名玄先进的矮人镇守 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后阻拦或者威胁到照放 照放大可以肆无忌惮地探查这里每一个角落 神念外放 照放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地点 因为他总是觉得 这些人能够全部觉醒血脉力量 必然是有原因 而且 最大可能便是外力 毕竟 这些人被矮人奴役太久 时代都生活在这里 只怕自己觉醒的可能几乎没有 但是将整个聚居点都查探一番 照放也根本没有发现丝毫有用的讯息 照放微微皱眉 很快 他的注意力便是又集中在了那些矿石上 这里的人被矮人奴役 唯一的工作 便是开采矿石 那么有没有可能 就是因为那些矿石了 照放神念继续外放 将探查的范围扩大 当然 其实他也一直在注意着那兄妹二人 不过 他还没有来得及探查清楚周围 却是被那兄妹二人给吸引了 本来 这两人一直在快速的前进 似乎是想要去什么地方 不过半路上 魏梅却是突然停了下来 疑 哥 快看 是野果 咱们有吃的了 野果 照放神念之中 其实一直看到周围那些植物的 这是一种照放从未见过的植物 通体有黑 显得及不起眼 当然照放也看到了部分植物上面生长着的红色果实 不过 这果实上面连半点鲜利都没有 甚至比不上一颗蕴含鲜利的灵草有价值 那么自然 照放也就根本没有在意 少年停下脚步 脸上也是露出兴奋的神色 果然是野果 哇 这么多 这少说也有三十几个了 要是摘回去 岂不是够咱们吃好几年了 少年兴奋无比 不过 他的话却是引起了照放的注意 三十几枚野果 能够吃好几年 这可能吗 除非 这野果具备着类似壁鼓单一般的功效 吃上一枚能够让人好几个月不会觉得饿 但这野果 照放的确是探查过的 根本没有丝毫先例蕴含其中啊 不对 这野果绝对有问题 照放一面移动 一股先例便是涌出 片刻 一枚红色的野果落入他的手中 手中先例快速运转 而同时 照放却是不断在探查这个野果究竟蕴含什么样的秘密 随着时间推移 在那兄妹二人到达一个矿洞的时候 照放眼睛却是亮了 好神奇的果子 这哪里是什么野果 这分明是难得一见的珍宝啊 这果子 竟然还会自己伪装 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 可内里 却是蕴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而且 这力量吃热如火 毫不夸张地说 一般人吃了 就算是强大的妖兽 也只会受不了那强大的力量 直接暴体而亡 唯有这九阳血脉之人 吃了不但不会被那力量撑破 反而算是大补 这也是为什么 这里的人竟然都能够觉醒血脉的缘故 照放突然想起了一种名为九阳圣果的果子 这种果子的作用 便是为九阳之体 觉醒血脉 不过 极难寻找 但是 它的外表 却和这平淡无奇的果子相差极大 九阳圣果 果子成熟的时候 即便是万里之外 甚至都能够闻到它特有的清香 那么很明显 这果子绝不是什么九阳圣果 和那九阳圣果相比 它的外表 太过普通 但是它的效果 确实比起九阳圣果强悍太多太多 这究竟是什么果子 只是可惜 照放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听说或者见过这样神奇的果子 那么 它的诞生 又有什么限制 就现在看来 在这里 这果子长得极多 甚至都被当成野果一般的存在了 第三千一百七十五张大胆想法 明明是难得的宝物 却是被当成野果 这果然是因为这些人眼光不行 但不也说明了这一片区域的不凡 点 可是这里明明只不过是矮人族的一片矿区罢了 难道说 是那些矿有问题 照放身影一闪 便是从原地消失 开始仔细探查周围的矿洞 在这里 矿洞极多 显然开开采了无数年 一开始的时候 照放只是看到一些只算普通的矿石罢了 但随着照放神念越来越深入 不久 他却是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半生矿 这种矿看似普通 甚至和那绝心石一般 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不凡之处 不过 这种矿石周围 必然生长着那种有着九阳圣果一般效果的野果 而且 野果似乎也都是从这矿石之中汲取养分的 不过 这种矿石极为分散 根本看不出其生长特质 它只是夹杂在其他数十种矿脉之中 从而诞生的数百种半生矿中的一种 矿脉 照放还是见过不少的 一般也存在半生矿 但是 要知道 一般的矿脉 主矿就只有那么一两种 然后半生矿或许多点 但也不过区区几种 且基本是固定的 可这一片矿区就有些神奇了 数种主矿夹杂在一起 半生矿甚至过百 如此神奇的矿区 倒是罕见 经过仔细观察 照放算是看明白了 那野果是因为这矿区的缘故才存在的 而且 或许只有那种特殊半生矿 才能够诞生这种野果 又偏偏 这野果居然对于激活九阳血脉 有着意向不到的效果 九阳血脉 这一次 照放终于不再侵蚀这些人 固然 这些人基本上大多都已经废掉 可是 单凭那一百多还有培养价值的 便是值得照放拯救 更何况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若是照放将他们全部迁徙到清卓仙国 然后画给他们一片生活区域 再将这种果子移植过去 会有什么效果了 或许 之后这个族群诞生的后代 便是能够为照放提供源源不断的特殊血脉部署 照放嘴角微微上翘 看来 这一次找这矮人一族 需要谈判的问题又多了一个 暂时没有理会这兄妹二人 照放身影一动 却是朝着矮人一族所在的地下城飞了过去 不多时 他便是见到了地下城那庞大的入口 矮人一族相对于人族 身材巨大了很多 那么自然 这入口也是显得颇为巨大 不过 说起来 其实也就是一个山洞入口罢了 矮与矮人士兵此时正在巡逻 见到照放到来 他们虽然露出冷然的目光 但却也并没有阻拦 虽然奴役了部分人族成为他们的矿奴 不过 说起来 这矮人一族和人族打过不少交代 十分清楚 凭借他们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和人族全面抗衡 再说了 人族可是他们的大主顾 像妖族这些各种族 对于他们打造的法宝 可根本不敢冒 在矮人一族眼中 人族才算是最为识惑的 矮人一族修炼天赋普遍不高 但是他们的锻造天赋确实极高 特别是他们打造的战舰之内的东西 这所极为精良 和人族自己打造的战舰相比 虽然少了针法的加持 可各方面的属性 却反而提升不少 此时见到赵放到来 这些矮人士兵 自然是把赵放当成了钱来购买东西的人 毕竟 赵放的修为摆在那里 金仙八重的修为 即便是在赤鬼仙玉 也显然并不是普通人 赵放直接落在大门处 一名矮人失俗便是走了过来 你好 客人 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这矮人声音虽然冷 但至少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理解 赵放看了他一眼 便是说道 我想买点东西 矮人士组点了点头 随手一挥 一脸微型战舰便是出现 客人 请上战舰 这战舰会带你前往你想去的地方 当然 这战舰相对于人族的身材来说 的确是有资格称之为战舰的 不过 这要是让矮人乘坐 其实也就是一个单人的穿行缩罢了 赵放上了战舰 战舰便是立刻出发 速度并不算快 而且战舰是自动飞行 不需要人去操作 甚至 当赵放进入到矿洞内部的时候 还能够在矿洞之中 遇到不少的其他战舰 这些战舰明显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地 此时无步是快速地前进着 看着这些略显盲目的战舰 赵放心中却颇为感慨 这矮人一足不愧是擅长锻造 锻造工艺十分完善 从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幕幕 其实就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只是可惜 对于人族来说 却根本没什么用 毕竟 比起传送阵 这种战舰运送的方式 还是显得颇为落后了 若是真的有需要 赵放还不如多打造一些战舰了 毕竟 战舰的消耗 甚至比起传送阵的消耗 还有略强一些 只不过 这种奢侈的消耗 可是在有些浪费不多时 战舰便是到达位置 在这里 却是聚集不少人 很明显 都是来矮人族买东西的 除了人族 赵放还看到了不少其他种族 甚至其中 竟然包括某族 矮人一族恩怨分明 看谁不顺眼 那就是不顺眼 怎么都不会改 俗话说得好 矮人就是天生的倦驴 不过 在做生意上 他们却又有着自己的准则 除非是他们早已经公开表示过 不会交易的种族或者失利 否则 就算两方在开战 对方要买东西 矮人一族照样会卖 而且价格还十分公道 只是 这里却买不到赵放想要的 赵放直接走到一名矮人面前 然后说到 我想买的东西 这里没有 我买的东西有些特殊 那矮人点了点头 没有废话 直接对着面前的一个法宝一般的东西 说了几句话 片刻之后 便是有另外一个矮人走了过来 客人 请随我来 不多时 赵放被带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房间之中 有一个老矮人正等在那里 客人 听说你要买的东西比较特殊 那么请问 你想买什么 赵放微微一笑 我听说 你们矮人做生意 只要是你们有的 而且我给的价格合适 都是可以谈 对吧 那矮人老者也是微微一笑 说到 是的 客人 生意是生意 买卖不成人意在 不管你想要买什么 咱们都可以谈 当然 就算你买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能够给你的 我们也不会因为你提出的要求 无理便是影响你之后的交易 第3176张费10亿或者是珍宝 这矮人 似乎还以为赵放会提出什么无理的要求了 但说起来 相对来说 赵放现在要买的 还真的算是比较无理的要求 好 那我也不废话了 我这次 要买的 是一个情报 以及你们管辖下的一个人族去据点的所有矿奴 另外 还有那个矿区生产的一种废矿 矮人老者眨巴眨巴眼睛 买情报的他见过 买矿奴的他却没有见过 买矿石的他见过 但是买废矿的 他又没有见过 面对赵放的要求 这矮人老者的确有些反应不过来 但赵放却没有理会那么多 直接丢出了那个人族去据点的地图 以及那种特殊的矿石 那种矿石赵放早就观察过了 虽然在矿区算是稀有的半生矿 却并不是矮人需要的 就算被发现 也只是随意的丢弃 人族便是这个矿区的所有矿奴 而石头便是这种废弃的半生矿 至于消息 我想要知道 魔艳城中的魔族 去往了何处 那矮人老者微微犹豫片刻 开口说道 客人 你为什么要买这些矿奴 以及这种废石 赵放早就猜到他会这么问 此时没有丝毫犹豫的开口 买这些矿奴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都是人族 而我不喜欢同族本人奴役 只要是遇到都会买下 至于这种废矿 只是出于好奇 我观察过你们的那个矿区 其他的矿石都有用处 但唯有这种矿石 却似乎无用 所以我觉得 这种矿石应该也有自己的用处 只是没有被发现罢了 也算是简陋吧 若是买下之后发现其特殊用处 那么我也算是赚了 可矮人做生意 不需要藏着掖着 他们反而更喜欢和老实人打交道 果然 听到赵放的话 那矮人老者却是笑了 客人 你这想法倒是不错 不过 若是那矿石真的有用 只怕也不会被我们丢弃了 实际上 我们的仓库还存着很多这样的矿石 只是可惜 就算以我们矮人一族的能力 也根本查探不出他们有任何用处 当然 至于你想要拯救你的同族 我可以理解 若是我遇到和你一样的事情 也会这么做 这样吧 你在这里等候 我去向长老请示 你买的东西之前没有先例 所以没有价格 我们需要商量价格 赵放点了点头 矮人一族做生意 从来都是一口价 只要他们开出了价格 不管是亏是赚 从来不会改变 而且价格一向颇为公道 其实 赵放身上并没有太多的仙石 他虽然贵为清卓国主 但之前因为清卓先国大力发展 几乎将国内所有资源消耗一空 征服妖族先国之后 虽然得到了一些资源 可赵放又将这些资源用在了三族合并 以及针对于仁先国的战争之中 所以自然就没剩多少 不过 好歹赵放也算一国之主 身上的好东西还是不少的 赵放相信 不管矮人开出什么价格 他都能够接受 不多时 那矮人老者便是已经回来 客人 长老们决定 你说的三件东西都可以卖给你 不过 魔族的情报 对于我们矮人来说 并不知道你们人族想要做什么 自然也就需要承担一定风险 那么价格也要贵一些 长老们给出的价格 魔族情报 三千万仙石 人族矿奴联通那些废矿 一共两千五百万仙石 一个情报 竟然比起数千人族性命 甚至还要加上那些矿石的价格更贵 赵放微微皱了皱眉 但很快便是释然 因为他清楚的知道 其实矮人之所以把价格要这么高 还是因为这其中的种族关系的缘故 单说情报 恐怕只是随便一句话的事情 根本不值得购买 赵放要不是这么正式的提出来 说不得随口一问 矮人还就回答了 但是赵放这么正式的提出来 却是被矮人当成了一种表态 很明显 矮人是误会人族要和魔族开战 这问情报是假 询问态度是真 这三千万仙石 准确的说 是买一个让矮人在人族和魔族战争之中的中立态度 赵放无奈 这倒是自己失算了 他没有料到这一层 或者再准确点的说 他没有看透矮人的性格 才会有了现在这样的误会 当然 既然已经提出了交易 那自然赵放也会接受 好 一共五千五百万仙石 我接受 不过 我并不会给你们这么多仙石 我这里有一些小东西 你可以拿去鉴定价格 我相信 一定会让你们满意 赵放说完 便是随手丢出一个乾坤袋 乾坤袋之中 装着的其实也只是一些稀有矿石罢了 不过 这些稀有矿石 在外面比较稀有 可是在这赤鬼仙玉 可就极为稀有了 赤鬼仙玉 资源丰富是没错 但是 因为这里相对封闭 甚至有些资源根本没有 其中 便是包括一种名为辅金灵矿的矿石 这种矿石能够熔炼出极好的融合剂 是在熔炼矿石的时候极为好用的东西 不过 赤鬼仙玉 却根本没有辅金灵矿出产 能够见到的一些 大多都是曾经被时空乱流的时候 带入的一点点 那么可见其稀有程度 赵放拿出最多的 便是这种辅金灵矿 对于一个将打造是做一切的种族来说 赵放相信 他们必然会心动 矮人老者打开乾坤袋 只是看了一眼 便是被震撼住了 尊贵的客人 您请稍等 我现在就去为您的物品估价 说完便是立刻离开 赵放不会担心 他会拿着东西跑路 矮人一族将挖掘矿卖 锻造法宝 买卖交易 是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三件事情 所以 这口碑可一向没得说 很快 那矮人老者便是走了出来 不过这一次 他的身后 却还跟着另外三名矮人 尊贵的客人 你的东西我们已经估算出价格 不过 辅金灵矿 我们想全部拿下 甚至包括你的库存 有多少 我们就收多少 至于价格方面 您可以放心 我们绝对会给出一个让您满意的价格 第3177张一笔大买卖 那么请问 尊贵的客人 您手上可还有辅金灵矿 赵放虽然猜到 矮人一族必然会被辅金灵矿吸引 但是却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会这般在意 当然 这东西赵放自然是还有的 一开始的时候 赵放并没有想要交易 因为赵放并不觉得矮人会全部吃下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 矮人一族对于这东西却是极为看重 略为思考片刻 赵放最终还是决定出售 辅金灵矿固然在清酌仙国也算稀有 但至少还是有出产的 再不计 也可以从其他仙国购买 可在赤鬼仙玉 却根本不出产 毫不夸张的说 赵放手中的辅金灵矿 绝对会卖出一个极高的价格 其实赵放随身携带的也并不是很多 毕竟 这东西在外界其实需求量不大 就身上这些 赵放还是考虑到 若是自己碰巧需要炼制什么东西 或许会用到 这才会带上一点 算起来 他全部的辅金灵矿 一共也不过几十斤而已 但在赤鬼仙玉 辅金灵矿熔炼的融合剂 其实是论定外的 那么可见 赵放手中的这些辅金灵矿 已经算是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 赵放随手一挥 将自己全部的辅金灵矿丢了出来 当看到这么多的辅金灵矿 即便这四人之中 有三个都是矮人一族的长老 也不禁目瞪口呆 他们何时见过这么多的辅金灵矿 就这些了 这已经是我们全族所有的存货了 你们开价吧 只要价格合适 我可以卖给你们 赵放之所以用了全族这两个字 便是在说 自己就是赤鬼仙玉的人 赤鬼仙玉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若是有新人到来 这要是落到自己同族的地盘还好说 若是落在外族地盘 就算被外族斩杀 也不算违背两族之间的任何写定 所以万一这矮人建材起义怎么办 虽然以矮人的名声来说 应该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赵放还是要防备一下的 你们人族 难道是遇到了一艘新来的货船 上面全部装的是稀有矿石不成 那老矮人此时忍不住说道 而另外三名长老眼神之中略微带着不悦 矮人一族向来不会询问其他种族的秘密 此时老矮人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违规了 不过赵放却并不在意 老矮人这句问话 反倒是帮了他 那倒没有 我们只是迎来了一名新的族人 而他身上碰巧带着这些腐精灵矿罢了 三名矮人长老不再问话 反而是低语商谈起来 不多时 三人似乎做出很大决定 一般说道 尊贵的客人 您的东西太贵重 若是用现实交易 我们却拿不出这么多现实 但是这腐精灵矿 我们的确是很想要 不如这样 我们的矿石储备 打造的任何法宝 若是您有喜欢的 都可以拿来兑换 而且 我们的物品 全部以九层价格让利给您 您看如何 看来 这矮人一族是真的很想要这腐精灵矿啊 九层价格 要知道 按照他们给腐精灵矿的开价 这其中可算是给出了巨大的利益 实际上 这东西在赵方看来 其实根本算不得什么 反而是他们之中的不少矿石 甚至是清卓仙国不能出产的 这一笔买卖 赵方绝对是大赚 赵方点头答应 那矮人族的三大长老却是露出笑容 似乎 在他们眼中 赵方答应他们的条件 是他们赚了一班 赵方随意的在他们给出的矿石列表上选择着 同时 三个长老便是站在他身边 为他算着价格 这些矮人做生意便是如从 公道无比 这也是为什么 所有种族都愿意跟他们交易的缘故 不过 挑选了一些清卓仙国没有的矿石之后 赵方却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些战舰上面 矮人一族打造的战舰自然有他的特殊 而且 这持鬼先于矮人打造的战舰 绝对比起清卓仙国好上数百倍不止 当然 战舰的价格极高 若是赵方大量购买 绝不划算 还不如买矿石然后自己打造 反正清卓仙国也有很多练骑师 赵方想要的 是一艘自己驾驶的旗舰 固然 系统之中也可以兑换 可毕竟 先混点的用处很多 而且 在系统商店兑换战舰 可是很贵 赵方仔细看着那些战舰 矮人一族打造的战舰 每一艘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或大或小 或是防御强大 或是速度极快 又或者 上面安放着极为强大的主炮 赵方心中权衡一番 最终决定选择速度最快的一艘战舰 固然他的防御力或者攻击力 在所有战舰之中不算最优秀的 可是他的速度 却是对于现在最为有用的 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 就是他的体型并不算大 也方便让赵方随身携带 就这艘战舰吧 赵方最终决定好 然后对着矮人长老说道 尊贵的客人 如果您选择这艘战舰 那么您还差我们三十万先时 不过 既然咱们是第一次交易 这三十万先时就算我们矮人对您的一点心意了 希望若是今后您还有腹筋灵矿这样的好东西 也能够来找我们交易 此版的矮人 居然也会送礼了 赵方略微惊讶 要知道 赵方知道的矮人 就算是一枚先时的差价也会要回来的 这跟你买了多少东西没关系 纯粹就是他们的种族习惯罢了 赵方微微一下 好 矮人一族的友谊我收下了 交易愉快 很快 在一对矮人士族的带领下 赵方再次来到那矿区 当那中年人看到赵方再次到来 再等到矮人宣布 从此以后 他们这些人的主人 便是赵方之后 那中年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然赵方才不会管他怎么想 现在 赵方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将这些人带走 要知道 来往是鬼仙玉 赵方依靠的是系统传送 或许矿石什么的 赵方放入乾坤带便是直接能够带走 可这些人 难道 把他们放入神龙塔 第3178章烈焰神渊 但是龙玉的气息 却绝不是人族能够轻易承受的 一个弄不好 说不得这些人就会被龙玉的强悍气息撑死 但似乎 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选择了 毕竟 龙玉之中的龙血战士 不也是人族吗 至少 还是存在可能的 只是需要一些改造罢了 赵方想了想 便是直接让龙玉之中的龙族开始打造 为这些矿弩打造一个临时的居住点 不需要太久 只要能够撑过传送便是可以了 可就算这样的改造 竟然也需要不少时间 好在 赵方倒也并没有急着离开 赵方想了想 拿出了50万鲜石 暂时雇佣和他一起过来的这些矮人 为他保护这些矿弩一些时间 他需要先去解决魔族的事情 然后再来接这些人 50万鲜石 对于这12个矮人世俗来说并不算多 不过 毕竟矮人一族现在还想着和赵方打好关系 便是也同意了赵方的要求 同意让这12名矮人保护这些矿弩一段时间 安排好了这些 赵方便是不再犹豫 身影移动便是快速的朝着矮人一族给出的坐标走去 矮人一族给出的消息十分完备 甚至于不仅仅是魔燕城的魔族 就算周围的魔族动向也是一并倒数给了赵方 魔族似乎有什么大动作 周围几乎所有的魔族都在朝着同一个地方聚集 这个地方便是有着吃鬼魔都支撑的略烟深渊 事实上这个情报几乎每一个大势力都在关注 这也是为什么矮人一族会将赵方购买情报 当成是赵方购买矮人一族中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魔族人大规模聚集 自然会引起其他势力的关注 就算魔族人相对集中 但毕竟这般大规模的迁徙 还是难免会经过其他种族的地盘 没人知道魔族人想要做什么 又因为赤鬼仙玉已成为基本单位 所以也没有那个实力有资格去管这个问题 所以各方只是关注 但并没有太过于在意 当赵方知道了魔族人大规模聚集的消息之后 其实心中也是有些疑惑的 他可不相信 那尚未魔族将赤鬼仙玉这么多魔族聚集在一起 甚至还迁徙到一起 没有一点目标 可究竟他的目标是什么 赵方就不知道了 当然 这句集在一起也好 倒是省了赵方去挨克寻找 虽然赵方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那尚未魔族 可是对于其他的惊艳宝宝 赵方自然也不会错过 赵方的动作极快 不多时 他便是已经来到了那烈焰深渊 烈焰深渊 地理环境极为险恶 这是一处由差不多300与孤岛一般的大陆碎片组成的区域 而这300与大陆碎片中心区域 却是一个宛若深渊峡谷一般的恐怖虚空碎裂带 在那里 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天火 天火固然珍贵 却根本没人敢去采摘 因为靠近这烈焰深渊的人 恐怕还没有来得及去采集天火 便是会被烈焰深渊直接吞噬 至于这300与大陆碎片 环绕在周围 但是周围 却还有无数更小的 根本不能被人生存的小型碎片存在 这些碎片 就算是魔族也根本没办法在上面生存 这里 简直堪称赤鬼仙玉的一处绝地 恐怕 也只有魔族这种受够了各种天险之地的种族 才能够在这里生存 照放来到这里的时候 便是感觉颇为不舒服 不单单是魔器的影响 同样 也是因为烈焰深渊之中 散发出来的那极度炽热的温度 在这里 甚至可以说 胸围弱一点的人 要不了多久 就会因为先例酷竭直接被烧死 魔族 果然不愧是最为擅长在各种绝地生存的种族 竟然在这里生存 依然没有丝毫影响 照放不动声色 既然来都来了 照放还是想要了解 这些魔族究竟想要在这里做什么 说他们来到这里没有目的 照放反正怎么都不会相信地 那上位魔族既然来到这里 又是将中围魔族迁徙到这里 那么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了 今仙八重的照放 想要隐藏自己 还是能够轻松做到的 只要不进入魔族聚居区 那么一般的魔族想发现他 几乎没有可能 照放仔细观察 却是发现 这里的魔族 其中有一部分 却是似乎被选中专门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不断地压缩魔器 再由其他人将魔器运往其他地方 照放顺着他们的前进路线 很快 便是找到了一处巨大的祭坛 祭坛中围有众波魔族强者守护 照放不敢轻易靠近 但是能够看出 这里所有的魔族 都在为这祭坛服务 甚至时不时的 还会有魔族直接献祭自己 为这祭坛补充能量 大祭坛总算快要完成了 你说 大人说的可是真的 你是在质疑大人吗 大人不惜亲身进入这里 不就是想要拯救咱们 你居然质疑大人 照放通过神念 观察周围 两名魔族守卫的对话 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们口中的大人 恐怕也只有那尚未魔族了 不 不 我没有质疑大人的意思 我只是在想 赤鬼仙玉无数种族 却都没有办法出去 咱们真的能够出去吗 谁知道了 不过 大人既然说了 那肯定还是有可能的 再说了 大人还带来了这个大祭坛 借用烈焰深渊的力量 或许真的可以建立一个永久传送门 上一次 不是就开启过一次临时传送门吗 是啊 亏得上一次开启的临时传送门 才能够得到这么多资源的支持 都在 这些资源 就算咱们赤鬼仙玉所有魔族联合起来 也弄不到这么多资源啊 大祭坛 居然是为了构建一个让魔族可以随意进出赤鬼仙玉的传送门 看来 这魔族的野心倒是不小 构建这样传送门的目的恐怕十分明显 就是想要入侵赤鬼仙玉 借用烈焰深渊的力量 也亏得这些魔族想得出来 不过 只怕 也只有魔族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了 毕竟 在这里 恐怕其他种族能不能生存都是个问题 第3179章摧毁计划 按照道理来说 赤鬼仙玉发生什么 跟照放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甚至照放来这赤鬼仙玉的目的 也仅仅只是为了炼击而已 但是 接下来魔族的话 却是让照放不得不心生警惕 此时 那两个魔族守卫突然压低了声音 魔族并不擅长传音之术 所以 即便他们压低了声音 以照放的修为依然能够听到 嘿 你听说了吗 咱们这一次构筑这个传送门 其实只是第一步罢了 我听说 魔皇大人下令 几乎整个魔族联合了大部分力量 为这一次投入了大量资源 可不仅仅只是为了这区区一个赤鬼仙玉 哦 这话怎么说 另一个魔族显然并不知道这隐秘的事情 所以此时开口问道 我听说其实赤鬼仙玉只是咱们的第一步罢了 赤鬼仙玉几乎完全封闭 可进不可出 其实按照计划 传送门构建之后 咱们对于赤鬼仙玉并不会马上展开掠夺 而是要按照布置 夺取一些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地方 那是什么 两个魔族低声细语 而赵放也是来了兴趣 这特殊地方 说的就是空间乱流的薄弱之处 事实上 就算这赤鬼仙玉是完全封闭的 但是既然外面能够进来 其实也说明了里面实际上也有办法出去 比如咱们现在所在的遮磨验深渊 便是最好的例子 通过这些特殊的位置 便是可以构建超级传送阵 然后进出赤鬼仙玉 按照计划 实际上 魔皇大人是想要利用这里为媒介 然后掠夺其他地方 嘿嘿 只要是曾经有人进入过赤鬼仙玉的地方 便是会留下空间轨迹 而其中一些经常使用的 实际上便是能够用于构建传送阵 你想想看 若是咱们魔族以赤鬼仙玉为挑点 那该有多少个仙玉可以供咱们去掠夺 到时候 咱们魔族崛起还有什么悬念吗 那魔族守卫 越说越是激动 仿佛已经看到了魔族以赤鬼仙玉为挑点入侵各界一般 点 然而 赵方的眉头却是微微皱起 难怪这魔族会不惜代价构建这个传送门 原来他们的野心还真的是不小 赵方其实心中也明白 既然系统能够随意的让他进出赤鬼仙玉 那么 这赤鬼仙玉就算不上真正的完全封闭 既然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又凭什么说别人就一定做不到 更何况魔族还是亲近全组之力在做这件事情 一旦他们成功 只怕 清卓仙玉也十分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 不行 不能让他们这么容易便是构建起传送门 清卓仙国已经有了一个来自上33仙国的敌人 若是再来个魔族捣乱 赵方可真的是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了 看着前面那正在忙碌的祭坛 赵方眼神微微冷了下来 现在 再看那魔族传送门 确实显得那么碍眼 赵方心中快速地思考着 想要完全破坏掉这个祭坛和传送门 可能性并不大 毕竟 这里可是众多魔族强者重点守护的地方 其中 不乏大罗金先进的魔族强者 赵方 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对这里造成破坏 就算不能彻底破坏这里 那至少也要让魔族付出足够的损失 看着那魔艳深渊 以及周围无数的魔族 又看了看周围那一座座大陆碎片 赵方却是心中有了想法 或许 单凭赵方的力量 的确是很难破坏掉魔族的计划 但是 若是借用魔艳深渊之中的天火了 恐怕极有可能成功 那些大陆碎片 环境险恶万分 绝大部分 即便是魔族 也很难生存 从而也使得那里可以说 几乎没有魔族防守 如果赵方能够引动那些大陆碎片 直接以大陆碎片去冲击魔艳深渊 效果 甚至已经能够预想得到 一旦天火喷发 只怕 魔族的一切计划都将被彻底毁掉 就算不能完全毁掉 也绝对会让他们这一次的准备完全失败 引动大陆碎片 去撞击魔艳深渊 只怕 也只有赵方才敢这般大胆 然则 想法的确不错 但是想要做到 却难度极大 赵方紧锁眉头 他虽然想到了一种可以破解魔族传送阵的办法 只是 这个计划却实在是太难实现 这一次 赵方甚至都没有询问系统 因为赵方心中明白 即便是系统有办法能够做到 但是他现在仙魂点不足 那么就导致了 就算是有办法 赵方也根本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仙魂点去实现 既然如此 那么赵方还不如就凭借自身的力量 想象办法 大陆碎片的条件险恶 但是这根本不会对赵方有什么威胁 凭借赵方的各种手段 就算那环境在险恶 其实也根本不可能真的威胁到赵方 最为关键的是 如何引动大陆碎片 那可是大陆碎片 并不是什么小玩意 就算如今赵方修为已经达到了惊鲜八重 可又能如何 每一个大陆 哪怕是大陆碎片 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完备法则 赵方想要利用大陆碎片 那么就几乎是等于必须要强行或开法则之力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才行 赵方当然明白这之中的困难 可是 就算在困难 却也不可能阻拦得了赵方 赵方既然已经决定 便是会倾尽全力 身影一闪 赵方便是已经快速的朝着一处大陆碎片飞去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它 就算是有注意到 谁有能想到 居然有人会这般大胆 赵方选择的 是一处小型大陆碎片 说是小型 但实际上 却也并不算太小 说起来 怕是少说也有百万里的直径 毕竟 这可是大陆碎片 只是因为环境太过于恶劣 这才被废弃 如若不然 只怕魔族或者其他种族早就迁徙到了上面 照放落在那大陆碎片上面 才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险恶 整个地面 根本没有任何落脚之处 因为这里 早已经被魔焰深渊点燃 至少 地表根本见不到其他东西 有的 只有无尽的熔岩海 第3180张地火龙卷 然而 若是觉得只是如此 那可就错了 地面之上是无尽的熔岩海 可是天空之中却又是无尽的飓风 那飓风之猛烈 甚至于 修为弱一点的人 连在上面停留都不可能 而正是因为这无数的飓风 从而使得 时不时便是有巨大的火龙卷瞬间形成 不过眨眼之间 火龙卷便是能腾空千里 那恐怖的火龙卷 哪怕只是鱼威 甚至都足以堪比金仙强者一击 甚至于 有些火龙卷的威力 足以堪比金仙巅峰强者全力一击 或许正是因为这无数道恐怖火龙卷不断席卷 从而使得 时不时 天空之中还会出现一道道裂痕 那些裂痕 便是空间裂缝 每一道空间裂缝 都拥有这恐怖的吞噬力量 一旦被卷入其中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照放来到那大陆碎片的上面 便是必须要保持极高的警惕 身影不断的闪动 可以说 哪怕是照放 要是被虚空裂缝或者大型火龙卷袭击 恐怕也是不死都要重伤 巨峰呼啸 火龙卷肆虐 照放的身上 一面面仙力盾时不时破裂 随后又快速的凝聚新的仙力盾 照放十分清楚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 危险随时可能到来 所以 它不能有任何的耽搁 它必须用最快的速度 完成自己的布置 点 可是 想要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布置阵法 又哪里那么简单 要知道 甚至很多时候 运气不好 这法连布置都还没有完成 越是被飓风吹散 可是 照放却已经没有了选择 这一块大陆碎片 已经算是所有大陆碎片之中最小的 危险也是最小的 若是连这个大陆碎片照放都不能征服 那么其他的大陆碎片 它更是没有丝毫的机会 千里云绕在照放身边 一枚枚珍稀的材料不断被照放寄出 它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 不止出足够催动这个大陆碎片的阵法 照放其实选择的只是十分普通的爆裂阵 只是这威力爆发的方向被照放略微做出了调整 照放的计划也并不算太难理解 照放 就是想用爆裂阵的威力 同时引爆催动这个大陆碎片朝着那磨焰深渊冲去 再通过二次爆炸提升大陆碎片的速度 如此一块大陆碎片一旦是撞入磨焰深渊 那么便是足够挤起磨焰深渊之中的天火肆虐 而只要是有一道天火能够卷中魔族正在布置的传送阵 照放的目标便是算实现 因为 那天火的威力 注意超越大陆碎片之上火龙卷千百倍 天火 固然有人能够炼化 甚至有人专门吸收当成自己的攻击手段 点 可是 毕竟他们吸收的是已经稳定下来的天火 而没有谁敢说 自己能够吸收正在肆虐的天火 但是偏偏 这磨焰深渊之中的天火 却是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活跃之中 也就是说 实际上 模样深渊其实就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爆裂之地 只要是能够冲击到它 打破它的平衡 那么就能够使得其中的力量疯狂地宣泄出来 这就是照放想要的结果 想要在大陆碎片上布置正法 谈何容易 照放一次次失败 但是并没有放弃 虽然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但是若是能够破坏掉魔族的计划 那么也不算百百浪费 一次次的失败 但始终 还是有成功的时候 一旦一个阵法构筑成功 照放便是会立刻换另一个地方继续布置 讲法催动大陆碎片 没有点技巧是不行的 就算照放能够布置出威力绝伦的阵法 可要是没有妥当的处理方式 那么 也最多只是会将这大陆碎片破坏 而不是移动它 照放要的可不是将它毁掉 而是要让它按照自己的计划 朝着一个固定路线冲击 所以 照放布置的阵法 自然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 一次次的失败 一次次的重建 照放顶着那大陆碎片的恐怖威力 足足拥有三天时间 才将自己心中想要布置的阵法 全部布置完毕 三天时间 其实并不算很长 但是要知道 照放一直都在大陆碎片上 每时每刻 甚至都有生命危险 若不是有系统的预警能力 若不是照放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只怕 他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切 照放身影移动 退出了那大陆碎片 可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发动 因为他还需要恢复 一旦这大陆碎片有了移动 魔族人又不是傻子 绝对会立刻派人过来调查 而照放便是需要将那些魔族阻拦 而行动一旦成功 魔族必然会立刻报复 所以照放十分清楚 从他引动阵法的那一刻开始 真正的战斗 也才算是开始 照放抓起一把恢复先例的丹药 便是直接吞入口中 他需要让自己保持巅峰的实力 以便应对来自魔族的攻击 约莫过了三四个时辰 终于 照放终于恢复了之前消耗的先例 在这魔艳深渊的周围 唯有白昼之分 那魔艳深渊 便是周围大陆碎片的光源 让他们时刻犹如白昼 当一切准备就绪 照放也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动作 但实际上 就算是引动阵法 却也是需要有技巧的 照放在布置的时候 便是通过系统的辅助 将每一个阵法的位置 都做出了准确的布置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事实上 这每一个阵法的位置 其实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而现在 随着照放意念移动 第一波阵法的爆炸 便是立刻激起一道道火龙卷 爆炸的威力 使得那大陆碎片微微震动 不过 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其实 这大陆碎片能够在现在的位置不变 便是受到其他大陆碎片 以及那魔艳深渊引力法则的限制 照放催动阵法 其实就是为了打破法则平衡 只要是能够让其失去法则平衡 甚至就算是凭借魔艳深渊强悍的引力法则 便是足够让这大陆碎片朝着魔艳深渊冲过去 轰轰轰 一连串的爆炸在大陆碎片上响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